好的 你直接上四楼来就行 有个小姑娘她说她要过来 给她妈妈选一个礼物 生日礼物 这不是按照她的要求的话 我基本上给她挑了一点点 一会让她自己选 在这儿呢 我给你挑了一点点 你先看一下你喜不喜欢 董水的这个带一点点蛋春 然后那个色比较辣 还有这个蜜糖黄的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宽版的 这个颜色不错 但是不够我觉得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那这个多 这个把颜色又辣了一点 就看起来有点好气了 有没有最终一点的 格局打开什么再有没有 走 直接去仓库走 果然我还是get不到年轻人的点 想挑啥挑啥随便挑 你先看一下 你是想要哪一种大概的 果绿一点 小清晰一点的 然后你自己看 自己找一找 你想要的什么颜色 应该都有了 我这里 这个不错 像这一款的话 现在你看它是不是很厚 在我们这儿这个叫轮胎佐 你确定要这个 这个有点超预算 天呐 这是我这边新来的一个新货 目前为止你看整个仓库 能够找到这么宽板的 真的没有什么了 确定这个吗 确定啊 这个好贵的 看出来了 对啊 这个好贵的 你自己仔细看一下 但这个真的很漂亮 我想我妈妈应该会喜欢 这个是新货 你看现在能够像这么纯的 很少很少了 哇 你居然一眼就挑中我的这一个了 提前要给你讲好 这个真的超预算 你跟我讲的那个可能会超那么几倍 没事 还有爸爸呢 看来你那个预算是你自己的 其实你心目当中是 没有过缘呢 是想坑爹 是吧 你仔细看一下这一个 我觉得只要是个女人 人一眼就会像中它的 整个都是那种苹果绿 它也不是漂的那种花 我刚刚看了 妹妹呢 她会觉得这些花色 就很老气 漂花就显老 是不是 那这个我给你讲哈 这个价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价格的话就是 快一点呗 我其实没有怎么说跟你报价呀 既然你都过来找我呢 她肯定有多谈 我直接给你一口价 你觉得行 然后再谈 差不多的话就是 这样我给我爸画一个视频过去 可以可以 没事 没事 你先发 爸 我调了一个 然后调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厨物是很漂亮 我想妈应该会很喜欢 但是不过这个 肚子很贵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心意嘛 你做大头我做小头要不不 呀 天呐 我们死老乡啊 可以 人家就多说钱吧 我们转过来 哎呀 主餐好难的 听到没的 你看你爸爸的话 基本上都是全部寄托于你 像我现在在外面 哎 习惯了 很少说方言 尽量听到方言 我都快感觉我自己不太会了 那你就是要这个是吗 看在我们死老乡的份儿上 再给你打个嘴 嘴头 必须嘴的 你看两个月你都跑去过来找我来了 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做 做出来一种比较宽的轮胎 知道不 但是有一点了 因为那个是母亲嘴 这个问题是很在提前的 那没的问题的 像你那个我给你家具做几名工的话 应该你做两天左右就出来了 对 哎 收得到收得到的 阿西嘛到时候你看你缺着呢 雷狗 然后我都拉过去给你加工 然后我会给你把这个记录一下的 哈 果然贵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你看虽然说现在在光线比较强 我们看不出它的底色 但是呢一整个都是苹果绿底的 我当时还怕它会跑色 不过我们做成厚装了 像这么厚的话都赶上那种胖圆条了 好有福气哦 我赶紧给它打个电话 让它好好地看一下 好激动 我好像比它还激动似的 哈喽 啊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对啊 而且给你做的是那种比较厚装的嘛 就是特别厚装 我们说的那种轮胎镯 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出来它的颜色 到时候我给你寄回来 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看 一整个都是那种苹果绿底 好看 然后呢 这应该会很激动 好激动 它也很激动 那你这个镯芯的话 你看我跟你一起寄回来 你后期要怎么处理 你再跟我说哈 好 好 好 到时候帮我设计一下嘛 我准备雕个啥送给我挖过了 这好像是你爸出的钱 哈哈哈 准备把它拿去做证书 然后给你发了啊 好好好 好 拜拜 好 谢谢你哦 嗯 不客气 不客气 好的东西真的好好看啊 不行 我一定要让他们拍展示 给你们好好地展示一下 一整个都是苹果绿底 因为可能光线太爆了 我们拍不出来那种感觉